今天我們的兩位來賓 雖然在身體上 遇到了一些挑戰還有障礙 但是比起一般健康的人來說 他們活得更精彩 一位投入了社會創新企業 另外一位則是為了生長者的權益 站出來大聲疾呼 生命過得發光發熱充滿意義 今天我們就要請他們來 談一談他們的經驗 首先要歡迎的是 社會創新企業的講師胡婷碩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身長權益促進會的 青年代表卢靖軒 主持人好 各位大大好 我們一般人我們想到 不管是在身體上面 或心理上面遇到障礙 一般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 好像很悲情或者是同情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這樣子論調 的確可以吸引人注意 可是我覺得對於真正認識 生長者或身性障礙者 其實我覺得幫助不大 其實我想先請兩位來談一談 我覺得很多的這種偏見或歧視 是從不理解開始 聽說你是脊髓性肌肉萎縮患者 對不對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病症 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影響 他其實就是出就是運動神經元相關的疾病 那就是會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那我的四肢然後會慢慢的越來越沒有力氣 那他這個沒有力氣會一直往身體的中央去集中 那一般現在比較流行就是比較看到 健動人他是比較年 他是年紀大了之後可能成年之後才發病 可是像我這種疾病的有蠻多的是在很小的時候 可能一 兩歲就發病 然後很快就蔓延到 呼吸道 那就會可能需要臥床 或是需要甚至做氣切 那很多的患者可能沒有辦法活過兩 三歲 這麼挑戰 那這個是停塑的狀況 好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靖宣 靖宣我看資料上寫說 漸進式的失聰 那我們對於一般來講 對於聽力受損這件事情 其實他 我們的認知可能就兩種 一種是先天的 他可能小朋友出生下來 他可能聽不到 那不然就是後天 他可能遇到了一些不管是車禍 或者是一些意外 那漸進式失聰這件事情是 是什麼意思 因為像我的主治醫師 是馬街醫院的林洪森醫師 然後可是在我這樣子的一種 長期就整的過程之中 就找不出為什麼會失聰 就病因到底在哪裡 然後所有人不斷的去找 可能做過X光 然後或者是那個血液檢查 或者是去做過核磁共振 等等的減診手法都已經做過 可是都完全找不出 為何我會聽不見 然後於是在那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醫生就告訴我說 與其去追尋一個病症的病因 倒不如去想辦法找到一個 更好的方式 去能夠去適應 去挑戰 這整個社會 跟挑戰自己的聽力的狀況 然後而這樣子的一種漸進式失聰 他會慢慢的逐步的逐年 慢慢的退化 然後聽得會更不清楚 可能我一開始是輕度 可是慢慢的中度重度 而一年一年 然後在每一次的聽力檢查 就本來以為 那個漸進式的事程會停止 結果沒有 然後就不斷的去受到 那樣子的一種壓力跟打擊 那這樣這種改變是不是 就是在一般來講 一般人想到的就是說 這個挑戰真的 你要適應要怎麼做 或者是說你已經被提前 聽說有提到 說我被醫生宣判了 雖然我還沒有這樣 可是他就說 你的醫生冷冰冰跟你講說 你以後可能就是 嚴重就是可能會心肺無力 那就會造成最嚴重的狀況 那靖軒就是你到幾歲的時候 可能你聽力會喪失 我覺得這種聽起來 對一般來說 實在是很難接受 對啊 不過後來醫生又在宣看說 就是我如果再不控制我的飲食的話 我會先胖死 跟這個病沒有關係 對啊 可是我後來轉念想 其實哪一個人不是從出生 就一直邁向就是死亡 哪一個人最後不是心肺充止 說得好 所以對我來說 我反而覺得 現在的我會這樣去看待這件事 它像一個警鐘 它敲響我 我們擁有多少時間 我們要更珍惜 其實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未來跟意外哪一個先到 可是因為我的疾病 讓我會知道說 OK 我的時間 我會更比一般人 就我會把一天過程 像是兩天 三天 那我的時間就變成 比別人來得更珍貴 是 是 靖軒呢 對我而言 就像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之中 是不斷不斷的在失去 可是失去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得到了非常多 很難能可貴的經驗 可能因為你在失去了 你在難過了 你在痛苦 被傷過後 你反而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庭 卻因為你這樣子的一個聽力 可能大家都很難過 可是卻更有相信力 每一個人都不斷的 更有那樣子的一種探解性 或者是因為聽力不好 然後你可能在社交上面遇到了困難 但是你也可以看見有不同的人 他願意對你付出更多的關懷 他們甚至會說 靖軒啊 就是你如果聽不清楚 要我講一百遍 我都願意 然後當初聽到這樣子一句話 你會覺得很感動 真的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樣子的一種 失聰的過程之中 我可能 講一遍都覺得很煩 對 然後就相對來說 我看不到那麼美好的一面 人性的對面 我剛才特別提到 其實兩位比所謂身體健康的人 其實我覺得健康這個定義 有時候也是非常模糊 不是叫做說 你好像看起來健康就叫健康 現在的人也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遇到的 憂鬱或心理疾病 兩位更奮發向上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先來看一下廷碩 在2013年就創了社會創新巴士 然後也成為了一家民宿的股東 接著你還得到了總統教育獎 成為了行政院青年顧問 2015年甚至還變成了 香港大學智庫的榮譽導師 能夠有這麼多這麼厲害的經驗 主要是因為你 本來就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嗎 主要是因為 就是 就希望活得精彩 對啊 就覺得 老天爺給我們這一輩子 就是讓我們來遊戲人間的 就很希望說 還能夠再多做什麼 再多嘗試些什麼 當然小時候其實比較早開始工作 那一方面也是會希望說 一開始就是在補習班上班 我以前比較早是在 我國傘的時候就在補習班打工 那時候是希望讓家人不要那麼辛苦 讓我媽媽因為我媽媽養我到大 然後會刻到很多的 證明或是可能功課上面 也很希望說就是 別人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不要因為我的腳怎麼樣 說媽媽什麼 我希望媽媽不是生前做了什麼壞事 然後得到我這個兒子 而是她是 她是很辛苦 然後很努力的把 她的孩子教養成這樣 而且有部分是為了 證明我媽媽是一個優秀的母親 所以你這麼認真的投入 特別是社會創新企業 我覺得這個對於很多人來講 搞不好都還 大家還很陌生 這算是一個很新興的一種企業形式 要不要先跟大家談一下 你為什麼會投入 因為以前我在補習班 那基本上補班個人其實 你說收入什麼都還不錯 然後收入很好 然後社會地位也有 可是在我越來越遠 從小補習班 然後教到那種幾百個人 然後你一個人上課 後面有四個導師這樣 這種 可是在那過程中在思考 很威 超威的 這真的是我要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這樣子 我衝其量就是把一群 本來會像 就是會讓一群 本來不會上高雄旅中的學生 變成會上高雄旅中的學生 那另外一群人就上不了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改變了社會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那個時候在我才在 猶豫的過程中 那我就認識到了 我在台大參加了一個社團 叫做Nating Tech 不同反響社 他們在倡導一個概念 是用商業的專業思維 然後去為社會 帶來永續的影響 那也就是社會企業家 精神這樣的理念 所以因為這個社團 然後認識了社會企業家 用商業 對社會帶來改變的一個模式 然後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要的 可是不是透過捐贈 或是透過 透過申請政府專案的方式 而是透過在商場上 就是跟人家縱橫廝殺 可是卻得到的是 為社會的更好 所以我覺得 我就覺得這太棒了 就是太美妙了 看一下你大學的照片 哇大學還蠻有心的嘛 就在白色裡 缺了一顆牙 沒有色 有的人參加大學社團 可能是好像煙火一樣 一下就沒了嘛 可是你繼續做 那接下來 你在社會創新企業裡面 你擔任的是什麼角色 社會創新八四是 那個時候我在大學裡面 本來就辦了很多的講座 去推廣這個概念 可是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的社團的同學們 就每個人都 都這麼 我覺得他們 其實一開始就覺得 很佩服他們 覺得他們好勇敢 很多事情都敢做 敢嘗試 然後對未來也有夢想 那為什麼那其他人呢 那我就自己檢討說 我們這一群人 到底跟別人多了些什麼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只是聽很多演講 甚至我們可以直接 跟很多的社會企業家 就是在改變台灣的人 直接的接觸 所以就思考到說 講座可能不夠了 有沒有什麼辦法 把人們直接帶到 世界被改變的現場 也是帶到譬如說 台灣各地有很多 小農啊 青農啊 或是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說 那個像洗漢烘焙坊 像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如果把人們 你當你把社會企業家 從他的公司 拉到講台上 他就只是個講者 可是如果我們把人們 送到他的場域呢 送到那個社會 被改變的現場呢 那人們是不是可以看到說 原來當我未來這樣子 他們每天怎麼生活的 每天幾天起床 然後每天生活的朋友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這些人會看見未來的自己 如果他們繼續堅持著 為社會做些什麼的心 那10年後 20年後的他們 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就有這個移動的概念 然後我們就做了社會創新巴士 就用一個比較新的方法 去做很多的 關於教導年輕人 怎麼樣動手去發起改變 怎麼樣用把商業模式 融入到傳統上去改變社會 這些社會福利的部分 然後就展開了一連串 各種有趣好玩的工作方案 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們一般人想到說 資本主義是不是 最後只能向下沉淪啊 然後到最後變得利益新興 可是社會創新企業 其實提供了給我們 一個不一樣的想像 那喜漢兒烘焙法 像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對我們一般人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不用再捐款 不用再募款 而是我們只要透過 今年的母親節 訂一個喜漢兒麵包 我們就可以為這個 同時在消費的過程中 就會世界帶來改變 所以像我們幫助台灣農業 當然我們去街頭上抗爭 去為農民權益發生 這是一種環島 可是對我們來說 社會企業提供 社會企業給我們一個想像 就是我們其實每天只要多吃飯 多吃各地小農 好農的稻米 我們不要少吃義大利麵 少吃麥當勞 其實光從吃飯 從消費這件事情 好像就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 我覺得好重要 我有時候反而覺得你捐錢 其實太簡單了 或是說你捐的錢 最後你也不知道下落到了哪裡 可是其實你可以透過支持 這樣的社會企業 就流到內湖 然後改了一個環保園池 本台沒有特殊的立場 但是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親眼看到說 你帶來的那個改變是什麼 而不是說只是很廉價 其實反而給錢我覺得很廉價 好像滿贖罪券一樣 是 對於身心障礙者福利 相當有照顧的國家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國家的身心障礙者 常常他可以出門 你在公車上 你在超市 你在哪裡都看得到 可是我有時候回到台灣 我覺得好奇怪 我在台灣好像很少很少 可以看到身心障礙者 你也不是有笑話嗎 就是剛開放可以出國 很多老一輩子到加拿大 去玩玩回來說 加拿大人好可憐 路上都是輪椅 他說外面好可憐 路上坐輪椅都關在家裡